每一個肢體的進攻用 就特別講到 他在第二終點裡頭 就特別講到心路的實行 我就跳著講 那在這裡有一個負擔 就講到說 你說身體裡頭 每一個肢體要進攻用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都知道最重要就是 人人進攻用 但是它是什麼意思 怎麼實行出來呢 是不是 好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不會生 不會養 不會叫 不會見 這個就是在屬靈的生命裡頭 他的生命有了問題 但是要把這些事情 成為一個生命 生機體 那就不是說 我參加這個每學期 不應的行動 也不是我幾年是餵養的 也不是我做了幾年的 這個初心造就 多少經驗 不是這樣的事情 它確實是需要 因著有意向 我們願意操練過一種生活 譬如說 在世上 有人是 有人是 plumber 是水電工 你看到他就知道 水電工 是不是 你看到他 engineer 你看到他 弄水泥的 那我如果說 那你是什麼呢 在屬靈的範圍裡頭 你是傳福音的嗎 你是建造者嗎 你是 是哪一方面的功用 如果說不出來的話呢 那表示啊 我們的那個功用的生命啊 還不在那裡 我們或許有很多的實行 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那個生命呢 沒有長出來 生命如果沒有長出來的話 意思就是身體沒有實際的建造 因為身體的建造啊 就在許多的肢體呢 它的生命跟功用呢 是長出來的 意思就是 我一看到你就知道 你就是那樣的一個功用 傳福音者 我不用教 你也不用說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行動 因為你的生命就是傳福音者 你所帶出來 它就是傳福音者 不需要很多的道理在那裡講 那這個確實需要意象 那需要天天不停的一種 就是說它是一種 就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操練 失敗沒有關係 意象清楚 我們有足 做我們的能力 我們有弟兄姊妹 跟我們一起配搭 就是 那最後就一點 就是特別講到保羅啊 使徒保羅 他呢就講到就是說 他因得啊 看見認識基督啊 為至保 就虧損萬事 那你把這件事情 跟剛才這個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節 你看 一個神是啊 什麼都不要了 就是神的永遠的經倫要完成 現在就是建造基督的身體 是吧 那麼在這件事情 保羅的反應是什麼 他看萬事如糞土 他就是基督 就是那個獨一的源頭 供應 它是中心 中心就是最重要的 而且啊 凡事都連於這東西 我沒有人 但是喔 那麼 我們今天在此 走